美國衛生部長訪問台灣 總統參議員感謝川普 在全球防疫上肯定台灣模式 颱風米克拉筆記 今晚到週二清晨 影響台灣最為明顯 黎智英走港警拘捕 港人力挺壹傳媒 股價狂漲超過300% 南韓遭遇9年來最嚴重水患 暴雨連下48天 親台牆密接力轟炸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 8點新聞